我才跟荔枉龙这样参信 所以今天不要浪费好不好 全部都要打仁慈 那大家翻开四十二夜 第二 开导 善男子善女人等 如等既殷勤恳且 可而为如等座八戒本师 所有语言听我开导 伏戒者如来立身之首物 贤胜修道之要皆 在家人跟出家人是不一样的 跟我念一遍 在家人以信心为根本 出家人以戒律为根本 所以信心是不够的 所谓是不坏性 信佛 信法 信身 最重要的佛法的根本是戒律 有持戒的人才有入佛门 记得这句话好不好 没有持戒 你 没办法说你是佛教徒 也没办法说你是佛的弟子 你是佛的学生 那 龟一三宝 那是对 没持戒的人讲是佛教徒 像诸位大家要持戒 我要跟你们讲清楚 要改变命运 要以戒律为基础 所以布施的人要不要持戒 要啊 你布施不持戒 流光光啊 那你布施又持戒 那你可以把这个福报 转成功德啊 那 那 这个功德才有办法消业障啊 福报没办法消业障的 那 因为你这个持戒 代表止恶 那你这个持戒 代表行善 止恶 把痛苦止息啊 所以戒有调福的意思啊 戒也代表清良之意啊 所以戒律非常的重要 如来立身之首物 为什么你们会亲近出家人啊 因为出家人持戒啊 对不对啊 你为什么要供养出家人 因为出家人有功德啊 对不对啊 有什么样的功德 就是因为戒律啊 如果我们没有持戒 我们哪里的红包 我们的皮皮抓啊 是不是啊 你供养我们红包业障 都跑过来了 你父母往生 师父帮我父母超度啊 我们拿你的钱 你父母就跟着我们啊 跟着我们要功德啊 跟着我们要修行啊 如果我们没持戒 这些鬼神 这些重生有他心通的啊 他会认为我们骗你的钱 让我们可惨啊 所以如来立身之首物 贤圣修道之要皆 三机等间 七重通收 三机等间 上等根基 中等根基 下等根基 下等根基 是追求福报 福报要怎么修呢 跟我念一遍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修实善业 慈心不杀 相信因果 六道轮回 这是下等根基啊 也是学佛的基础 那你有福报 那进而 再来追求解脱啊 所以福德为什么要讲 在家人要追求福报 因为在家人 他所看到的 都是这些 世间人所追求的 福报的来源就是身体 福报的来源就是金钱 福报的来源就是家庭幸福圆满 所以你要追求福报 你就要戒杀放生啊 你就要吃素不食啊 你就要受辞在戒啊 下等根基 中等根基 有福报 会用尽 乃至于看到轮回的痛苦 乃至于看到轮回的过患 乃至于看到贪嗔痴的过患 所以他不但追求福报 得以修行 乃至于以福报 转成功德 继续为解脱而努力 而来受辞八观灾戒 勤修戒定会 熄灭贪嗔痴 聚足仲戒 不犯威夷 受辞三规 这个就是中等根基的戒律 有没有归一三宝有没有啊 有没有聚足仲戒有没有啊 五戒 八观灾戒 菩萨戒 那就可以慢慢地 解脱生死轮回的根本 八观灾戒 上等根基 众神皆我附魔 乃至狗皆有佛性 眼睛所看到的都跟我们有缘 所以我不再自私了 我去极乐世界是为了来这个 萨婆世界度众生 我去极乐世界是为了 有力量回入萨婆 正得无声法忍 永不退转 而来精进受辞八观灾戒 所以诸位 今天是不是发菩提心受八观灾戒 是不是啊 是啊 那你发菩提心受八观灾戒 跟我念一遍 两百万戒 两百万戒 不剁三二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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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啊 那你们 以 发菩提心受八观灾戒 你身上就有菩萨八法 菩萨的八种力量可以度众生啊 跟我念一遍 长寿健康 身体有力 身体有力 向好庄严 向好庄严 变财无爱 出身高贵 多劳财 凤仲无为 得大帅父身 要在这儿吗 有啊 很有比你 比你没有一代心的 黑楼前要较身 比你拐八种要较好吗 有啊 八种死了就把人家的了 黑楼前十年就失去了 菩萨八法伸生生世世跟着你啊 吃辣了 叫你搬一個桌子 說 我搬椅子就好了 以前的 阿拉伯的這樣 吹百里 百里 現在 騎電動車 電動車 後面還給你 掛 掛那個車 車太滑了 還會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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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那我們要有力量啊 要有菩薩的八種力量 那你受八萬載節就有這個力量啊 這個力量就是 諸佛菩薩度眾生的功德而產生的 菩薩八法 或月三土 而直驅人天 或操有肉 而靜燈絕暗 五身運載 皆為走霞 萬善克悲 皆為基本 如等金魚 今天 農曆一號 四 四月二十六日 來到 心靈中心求受八萬載界 先當小寮八戒民體 次方於如等依依依受之 然此八戒民曰八萬載 官者禁閉之意 為禁閉八是不放股 災者其意 以過中不死為災體 八是鑄成親近災體股 由其八是災體共襄之池 又明八之災法 須之災一明皆佛所自固 借一明災其三夜故 國語台語都聽得懂對不對 吃災 這個災 災就是戒律啊 那世間人不知道 他以為吃素就是戒律啊 吃素是持戒的一部分 可是吃素 並不能代表持戒啊 嘴巴吃素 喜歡罵人 沒吃災啊 災其三夜故 生其 則無會惡 沒有殺生 偷盜 血淫 今天身體有沒有吃災 有沒有 有啊 摳其 則無諸過 今天不會兩舌 不會罵人 不會奇語 不會說沒意義的話 只會討論佛法 辛其走無煩惱豬肉夜陰 今天不會起貪嗔痴啊 所以必須一日一夜 秉至全城內六念 盡其之一 為一念佛 慈悲老師 二念法 三是佛母 三念身 人天福田 四念天 常受安樂 無念皆 清淨身心 六念吃 普及貧窮 外八之素其身口 唯一不殺害 不偷盜 全斷淫慾 第八 離非十時 由十三夜到清淨 成為出世正音 解脫根本 如等君者 亦亦亦云之意 果然如法 並受佛 全如法受佛 抖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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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隶属于海淘法师制业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 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共收养了856只狗儿 一踏入园区映入眼帘极为慈祥的地藏菩萨圣像 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净土 随即而来的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 许久不见万人参访的狗儿们 心声欢喜地跳上跳下 尾巴也随之摇摆 似乎在与来者热情地打招呼 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 严普护身狗园专门接收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 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 其实他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以及健全的肢体 也很喜爱亲近人类 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 受到伤害的狗儿们 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 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 因此在照顾上 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 佛陀说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 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 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 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 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 期望在天地有情、人间有爱的世道下 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 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免于遭受生命威胁 能够自由自在、无拘无树地 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 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 除了感谢海桃法师慈悲的大爱 打造毛孩们、快乐又温暖的家园 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 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屏东盐浦护生狗园 台湾旧狗协会 曾智底邀请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盐浦护生狗园里获得重生 西季得以共同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铭 台湾救狗协会 大家好 我是康孝敏医师 随着台湾疫情趋缓 为了让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 国内也启动了防疫新生活运动 希望民众在维持良好卫生习惯下 适度放松享受生活 并安心自餐饮场所用餐 到餐厅用餐时提醒你 如果是大型的聚餐活动 记得留下联络资讯 方便餐厅记录 用餐前后正确洗手 保持手部卫生 并落实公块母池 而餐营业者除了定时消毒桌面 菜单等器具与环境外 厨师喷嚷的时候 也必须佩戴口罩及清洗手 最后提醒 若有感冒 咳嗽不舒服的症状 就要尽速就医休息 让我们一起落实安心防疫 也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 阿威和阿猛兄弟两人 住在泰国某一小村子里 他俩是村庄里人人皆知 出了名的顽皮小子 每天不是去河里抓鱼摸虾 就是爬到树上 在鸟窝里偷蛋来吃 哥哥 加油啊 要是母鸟回来了 那我们又不能把鸟蛋拿走了 是啊 我知道的 那种母鸟实在太凶了 不过 你放心 今天我一定会将这碗鸟蛋拿出来的 你们这两个调皮的家伙 又在干什么啊 阿威 快下来 爬那么高 万一掉下来可是会受伤的 没事的 我哥哥爬树可厉害了 它掉不下来的 你们别嚷嚷 要是把母鸟引回来 那要怎么办呢 啊 你这小子 又在拿鸟窝里的蛋啊 阿威 那些鸟蛋不能拿 你快点下来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再说了 这些鸟蛋又不是你们家的 我为什么不能拿 阿威 这些鸟都是异鸟 它们吃害虫保护庄稼 你们这样做会让鸟儿的数量越来越少 到那时候 我们的庄稼可会遭到严重病虫害的 没关系的 我拿走这些 它们再重新下一些不就行了 哥哥 你真是太棒了 今天晚上我们就有鸟蛋可以煎来吃了 哎 这两个孩子 再这样没归没据的下去可不行啊 它们不能再这样继续伤害鸟儿的 就是嘛 它们的父亲不好好管教它们啊 谁说它们父亲没有管它们呢 只是它俩实在太调皮了 你们这两个小子又在干什么呢 爸爸 我们刚做了一盘煎鸟蛋 你也尝尝吧 你们俩又跑出去偷拿鸟蛋了 我不是和你们说过很多次了吧 你们要是再敢去拿鸟蛋 这星期就不准离开家里 到外面去玩 爸爸 不就拿一些鸟蛋吗 你干嘛要这么生气呢 就是嘛 爸爸 别生气了 来 你也尝尝这些鸟蛋 很美味的 我不吃 你们不要以为 我在跟你们开玩笑 从明天开始 你们俩就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待着 哪里也不准去 第二天父亲出门后 直接将院门锁上 将他们兄弟俩锁在了家里 真的很闷 老爸真的把我们锁在家里了 就是嘛 不就拿了几个鸟蛋吗 也不至于将我们锁在家里啊 哥哥 那我们怎么办啊 现在只能在院子里玩了 院子里有什么好玩的 也没有东西可以抓 是啊 真是太无聊了 说着他四下看去 一眼看到了院墙上有一个黑洞 洞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动 哥哥 你看那里 那个洞里好像有东西 哎呀 里面好像真的有东西在动啊 哥哥 我们把里面的东西抓出来看看好吗 这主意不错 既然我们出不了院子 那就在院子里抓太好了 此时 阿威拎起一棍棍子 来到院墙上的那个洞下方 然后颠着脚用木棍捅着里面 哎呀 软软的 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里面啊 哥哥 里面不会是蛇吧 蛇 不可能吧 阿威刚说完 一条黑花蛇从那个洞里钻了出来 哎呀 还真的是一条蛇 好大的一条蛇啊 我们家院子里怎么会有蛇 太可怕了 哥哥 我们快跑啊 这条黑花蛇从洞口钻出来后 一边吐着杏子 一边四下看看游走着 好像是在寻找将自己吵醒的人 阿威见此情形 拿出了一只铁锹 看着面前的那条黑花蛇 你这条可恶的蛇 竟然跑到我们的院子里安家 今天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哥哥 你可要小心啊 没事的 今天我非把这条蛇打死不可 黑花蛇似乎知道自己 现在已经身处险境 它急猛转身 朝着院墙底部的一个洞爬去 阿威见后举起铁锹 朝着黑花蛇狠狠地铲去 黑花蛇的后半三分之一身子 被铲子截断了 黑花蛇拖着低血的那前三分之二身子 一下子钻进了院墙洞里 只剩下那三分之一尾巴留在那里 打到了 太棒了 打到了 真是可惜 竟然让它跑掉了 它只剩下三分之二了 就算跑掉了也活不了多久的 没错 真没想到我们院子里竟然会有蛇 等爸爸回来了 我们一定要和他说说 然而 当他们的父亲回来后 得知了这件事情 想得非常生气 我早就知道我们家院里住着一条蛇 你们俩竟然将它给打死了 真是太不像话了 爸爸 你早就知道我们家院里有蛇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赶走啊 就是嘛 蛇多可怕啊 我把它打死了 你生什么气啊 唉 你们知道什么 这条蛇是我们家的守护神 这条蛇和我们住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 因为有它 我们家从来就没有老鼠出没 你俩可好 竟然将它给打死了 原来是这样啊 爸爸 其实哥哥并没有把它打死 只是将它的尾巴砍断了 啊 那就更糟糕了 你们伤害了它 它是会找机会复仇的 要知道 蛇可是很有灵性的 复仇 它都被我打成重伤了 还复什么仇啊 我想这会儿它应该已经死掉了 你们俩再这样顽皮下去 早晚会遇到麻烦的 从那天起 他们一家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那条黑花蛇 没有了蛇 家里的老鼠便多了起来 天啊 家里现在怎么有老鼠了 老公 你快来看啊 他们竟然都跑进我们家厨房里了 你看 这些东西都被老鼠给咬坏了 唉 看来我要去买一些老鼠夹了 你以后得把厨房里的饭菜收到柜子里 免得被老鼠给吃了 这么多年了 我们家就从来没出现过老鼠 今天这是怎么了 别提了 我们家的那条守护蛇 让阿威给打跑了 没有蛇阵着 老鼠能不跑出来吗 哎呀 我的书包怎么烂了 哎呀 这是什么味道啊 父亲和母亲听后急忙跑进兄弟俩的卧室 只见阿威拿着一个底部被咬出破洞的书包 好大的尿骚味 这些老鼠真是太猖狂了 不但到处乱咬 还到处撒尿 老公 你得赶快想想办法 是要想想办法了 要不 真的会搞得我们家里鸡犬不宁 然而 父亲用尽了各种办法 不但没有控制住家里的老鼠 反而 却让那些老鼠越来越猖狂 他们家遇到的所有倒霉事都和老鼠有关 老公 你快来看看啊 厨房里的柜子竟然让老鼠给咬了一个洞 里面的食物都被他们给吃过了 这些老鼠实在太过分了 你不是说 要在厨房里安放了一些老鼠夹吗 怎么还没买来呢 我早就买来放好了呀 在哪里呢 你自己看看 你放置的老鼠夹在何处呢 怎么回事呢 我放置的老鼠夹怎么都没有了 难道那些老鼠夹会长翅膀飞走 是啊 真是太奇怪了 这事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究竟是谁把我安放的老鼠夹给拿走了 爸爸 我们家的老鼠夹不见了 是吗 是啊 是不是你们俩给拿走的 不是我们拿的 我们回来的时候看到 寸边的排水沟里有好几个老鼠夹 我说怎么看得很面熟呢 原来是我们家的 是啊 我还纳闷呢 谁会把全新的老鼠夹给扔了 啊 老鼠夹怎么会在村边的排水沟里呢 真是见鬼了 我得去看看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我们这里的老鼠越来越少了 是啊 我也是有感觉 以前家里经常有老鼠出现 最近有段时间都没有看到老鼠了 我家里的老鼠为什么越来越多啊 最近都快成灾了 不会吧 村子里好多人都说 家里的老鼠最近几乎不见了 为什么偏偏你家的老鼠变多了 我听说最近村子里出现了一条断尾巴黑花蛇 就是它把我们村子里的老鼠都给赶走了 没错 我妻子也说在院子里 看到过一条断尾巴的黑花蛇 自从看到了那条蛇后 家里就没看到老鼠了 看来我们村子里的老鼠 真的是被那条断尾巴的黑花蛇给赶走的 断尾巴的黑花蛇 难道就是阿威赶走的那一条 这么说它还活着 这样看来是它把村子里所有的老鼠都赶到我家里来了 它真是在复仇啊 难道家里的那些老鼠夹 都是被那条蛇给弄走的 为了防范老鼠 父亲又在家里安置了许多个老鼠夹 并固定在了地面 这样一来 这些夹子应该就不会被黑花蛇给带走了 孩子卧室里 母亲看着在文证里熟睡的两个兄弟 他替他俩整理了一下文证便离开了 希望今天晚上老鼠不会再来了 来了我们也不怕 我已经安置了好多捕鼠夹 如果再来 我让他们有来无回的 夜色越来越深 两个孩子在文证里熟睡着 这时候 断尾巴的黑花蛇 不知从哪里游走进了屋子 它的断尾处长成了一个蘑菇样的大姐 黑花蛇吐着杏子 透过孩子卧室门的缝隙 看着文证里熟睡的兄弟俩 他顺着门缝钻了进去 然而他的身体过去了 尾巴却被砍住了 黑花蛇为了穿过房门的缝隙 只有不停地挣扎混动着 可是他断尾处的结 却一直阻止着他前进 黑花蛇使劲挣扎着 把房门弄得叽叽作响 兄弟俩被吵醒了 什么声音 难道是老鼠跑进来了 蛇 黑花蛇来了 救命啊 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个家伙竟然真的还活着 看我今天 我打死你才怪 住手 你还想闯祸吗 对不起 我的孩子伤害了你 请你原谅他的不懂事 阿威 你过来我这里 爸爸 要做什么呢 快向黑花蛇说对不起 它原本是帮助我们守护家园 今天 去让你伤害了它 快跟它道歉 对不起 黑花蛇 之前是我的部队 伤害了你 希望你能原谅我 之后 我也不再伤害其他动物 你忏悔之前我都过错 此时 黑花蛇听完阿威的话后 原本凶猛的表情 也慢慢地缓和下来 随后便离开这里 回归于山林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你的神秘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心灵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